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各位老師 各位前輩 以及各位夥伴其實大家好 來到這個場子其實 綠藤會特別的一個感謝 對 其實我們今天被給定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題目 是秘書長Chloe說 Harrison 你今天要來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下一個十年 然後綠藤要做什麼 那通常來講 我不准我的同事問我們 明年要做什麼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要活在當下 然後把今年好好的做完 對 但是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其實先 第一個先回顧一件事情是 綠藤現在第12年 那第一個十年 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一件 一定是成為B型企業 因為假設不是B型企業的話 綠藤不會有現在這個機會 站在這邊 所以謝謝 對 然後我先稍微做一個 簡單的一個自我介紹 我自我介紹裡面有一段 是跟今天特別有關係的 對 就是我從台下財經系畢業之後 然後大概在外山的顧問公司 金融業工作 然後後來大概快30歲的時候 遇到有一點點那個 年齡關卡的一個危機 然後就跟那個兩個大學同班同學 就是一起創業 然後包含今天的主持人 也是我的同班同學 對 但他那時候沒有一起創業 他後來有加入綠藤 然後現在單飛 對 那那個 可是最重要的不是這一段 最重要的是 我在2012到2014年的時候 去念NBA的過程 那個念NBA的一個過程之中 我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 很多我最喜歡的品牌 全部都在他的包裝上面 加上了一個B 然後我在MIT念永續管理的時候 深入的認識了PATACONIA在做什麼 我想大家今年應該多少 我看到PATACONIA創辦人的一個新聞 就是他把他的全部的錢都捐出 我不知道大家會願意做這件事情嗎 信託 信託 對 可是等於是就對於這個信託 就捐出給那個 就是另外一個信託的一個協會 但這件事情 基本上PATACONIA 它 大家知道它 它是最早開始大規模使用有機棉的公司 然後它學會有機棉之後 它跑去教Nike怎麼做 它跑去教Levice怎麼做 然後 它在無論永續 無論在行銷上面有非常大的一個創舉 所以那時候我就決定 我要讓綠藤成為一家B型企業 然後回來的時候發現其實多米成為第一家 然後我們就說我們趕快 對 趕快 好 那後來其實綠藤成為第三家B型企業 我覺得創業的一個過程 我想在場很多的創辦人 然後跟CEO 我想在經營跟在創業的時候 過程有一個過程之中 其實我們是在找自己 找自己的那個身分認同 然後我非常非常的感謝有B型企業 成為綠藤的一個身分認同 好 今天我們先開始一下 我們先回顧一下 就是回到創業最開始的時候 其實綠藤有兩個非常基底的假設 就像大家常常知道 像馬斯克好了 就是現在台灣人應該不太喜歡馬斯克 對 但是他很多事情他都喜歡談第一性原理 就是一件事情回到最根本的時候 那個最根本的根基的一個假設是什麼 其實綠藤當初我們是念財經系的 然後我們後來跑來賣洗髮精 賣保養品 然後賣芽菜 我們背後有兩個基底假設 第一個假設是商業的一個力量 可以為世界帶來正向的一個改變 第二件事情是你所有在吃的東西 在用的東西 或是你工作的方式 你生活的方式 你對待客戶的方式 全部都可以更好 大家有沒有覺得第一個好像很熟悉 對 跟B型企業的宗旨 跟相信的事情其實蠻接近 但是這個我們2010年就寫了 而且那時候我應該還不認識B型企業 對 然後因為我們 我們是念財經系的嘛 某程度來講 我們眼睜睜的看到品牌跟商業的一個力量 因為全世界最多的資源其實在商業的手上 不是政府 不是非力組織 就在商業的一個手上 就是我們在外面你喝的咖啡 你喝的鮮奶 然後就是你選擇的會計師事務所 對 都會決定你今天怎麼生活 會決定你今天變成什麼樣子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你今天怎麼 就是來到這邊 它背後你看到的東西是一大堆商業行為 去塑造我們現在可以變成現在這樣的一個樣子 這個力量太大了 但它應該有辦法來帶來一些真相的改變 那這個真相的改變可以對員工 可以對同事 可以對客戶 可以對於這個環境 那我們又相信一件事情是 我們那時候看到吃的東西用的東西 我們都覺得好像可以再好一點點 那假如把這個東西結合起來 會不會創造出一些可能的一個機會 就是綠藤其實過去12年一直很努力很努力在做的事情 就是找到商業跟理念的交集 而且那個交集必須是產品 因為假設你今天你看到一個機會 這個機會這個產品銷售出去 你就可以對環境有可能好一點點 然後你的產品可以做得很好 你這個客戶可能會buy in 你的商業模式有機會讓你的收入大於你的支出 就你可以持續穩定在獲利的一個狀態 你可以繼續sustainable 持續性的一個成長 你就有可能看到你想要的一個改變 所以在綠藤我們常常問我們自己一個問題 就是說 右邊這個有符合綠藤理念嗎 這件事情我們可以做嗎 這個產品這樣OK嗎 然後左邊我們再回來問 你是客戶你在意嗎 你是客戶就是你會不會買這個產品 賣這個產品有機會嗎 競爭對手是不是做得到呢 當我們反覆反覆這樣一直問的時候 我們後來才發現 其實就是Green Collins氣管大師 曾經提過一個好的一個團隊 他必須要有一個特別的一個概念 叫做有紀律的思考 就是他不要相信兩件事情是不能 一定是二元對立的 理念跟商業一定有交集的點 彈性跟紀律也有交集的點 當我們找到那個交集點的時候 你的團隊會產生特別的一個力量 我覺得綠藤在過去很受惠於我們常常 問自己一個問題說 真的是這樣嗎 為什麼理念不能跟商業並存 那為什麼產品不能對人好 又對環境好 為什麼產品不能跟競爭對手不同 然後又有市場性 這些問題一個一個找到答案的時候 他讓綠藤開始有一些機會 對 然後這是綠藤的一個使命 讓更多永續選擇在生活中發芽 那假設今天要問我說 未來十年要怎麼做 就是這一句話 繼續想辦法把它落實在 公司的內部跟公司的一個外部 可是我們今天想要來 對 我想要謝謝一件事情 就是謝謝十二年以後 B型企業 其實今年有一個讓兩件 讓綠藤非常感動的一些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就是剛好前一陣子謝謝Ecosme 他們做了一個 survey 就是說帶有一千位的台灣的消費者 參與說 你認為台灣美妝產業最永續發展 你想到哪一個品牌 綠藤是全部第一名 謝謝 對 就是這件事情 完全出乎原本我們的意料之外 然後我們真的很謝謝台灣消費者 願意去看待我們曾經很努力做的那些事情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也是讓我們很高興的 是 今年的天下永續公民獎的一個小趣人 小趣人組 綠藤拿到第四名 然後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這些東西它的背後 其實就只是 我們在B型企業的BIA裡面 一個一個面向 想要做再好一點點 這些東西就只是 有一些東西就是 公司必須要有一個願景跟想要做的方向 但是B型企業 為什麼我們會說 它是ESG非常非常棒的一個入門 因為你就是照表操客 你就可以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公司內部做得好的時候 其實消費者也會有一定的肯定 那也會反而造成 包含媒體也幫忙 就是它看到你有一些亮點 有一些機會 那這些機會 當它形成了一個正向回圈的時候 我們就有機會其實去做得更好 關於下一個十年 我們先來問一個問題 就是當假如大家想 大家現在也在 你們年度計劃都做完了嗎 就 欸 還沒了可不可以舉個手 我可以跟你們一起握手 對 好 但是 這是 Amazon的貝佐斯 對 他說 他很常被人家問 這是我最喜歡 最喜歡他的一段話 他說 他很常被人家問說 未來的十年 有什麼會改變 可是他覺得 怎麼都沒有人問他另外一個問題 叫做未來的十年 有什麼不會改變 欸 那這邊反過來就有一個問題 到底哪一個問題其實比較重要 當然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貝佐斯認為 後面那個問題其實比較重要 就是未來的十年 有什麼東西不會改變 那亞馬遜的商業模式 因為這邊有很多商學院的老師們 我不敢在這邊講這個東西 對 不過大家可以知道 那個亞馬遜他的根基 基本上他相信幾件事情 第一個他相信大家喜歡比較便宜的東西 第二個東西大家相信就是 大家喜歡其實就是運送比較快 然後大家喜歡更多的選擇 這就是亞馬遜的一個成長飛輪 那這個成長飛輪轉起來 轉到亞馬遜變成一個帝國 那我想跟大家講一下 綠藤相信未來十年不會變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消費者的意識崛起 我們一定對於我們每天在用的東西 會很在意 而且會更在意 所以這網路資訊的一個揭露 你基本上擁有透明的一個力量 握握更揭露更多資訊給消費者的時候 你在B2C的一個市場 你更有機會被青睞 我們覺得這個是不會變的事情 大家很在意他用的東西 然後資訊更多了 第二件事情我們相信 大家都知道現在馬斯克 然後貝佐斯 然後Bill Gates全部都進來了 全世界最多的一個資源 現在在對抗氣候變遷 因為地球遇到一些挑戰 這件事情不會變 所以大家一定會隨著氣候一直變化 像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現在已經12月1號了 為什麼前天你還在穿短袖 對 環境一定還是一個不會變的一些事情 會非常非常的被重視 第三件事情大家看到後疫情時代 後疫情時代 現在我們人大家都在焦慮 我們不知道未來可能會變成什麼樣子 就是大家其實已經到 就是衛福部跟我們講說 現在外面不用戴口罩了 我不知道大家今天走過來的時候 路上還有多少人沒有戴口罩 基本上應該不多 所以當這些事情一直在變化的時候 我們的人還是回過頭來 我們存在的一個原因是 我們還是希望幸福 那身為一家B型企業 我們可能可以怎麼做 我們的第一件事情是2022年 其實綠藤現在成為一個多品牌的一個公司 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是左邊 就綠藤升級 就是以一個減法為核心的一個保養 中間是我們去挑戰 讓更多的一個營養 不是在瓶瓶罐罐回到餐桌 回到一個牙苗的一個身上 它是綠藤的一個根 那今天可能沒有時間介紹 第三個其實是昨天剛上市的一個新品牌 我們覺得大家聞到的香氣 有很多有一些問題 應該有更自然的選擇可以在這個地方 然後人應該要透過香氣 取得更好的一個狀態 因為我們不應該總是在為過去後悔 不應該一直在焦慮於未來 在現在有一些東西你可以 隨著自然的一個香氣 然後其實過得更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我們覺得 這都是一個小企業之之 我們在挑戰 這些都是大企業不一定會做的事情 而且不太會有的一些產品 它背後的一些主張 當你結合到了產品 結合到客戶的需要 結合到永續 結合到 直帶一些在賣賣動的一些事情 我們覺得這邊有一些可能性 然後這是第一個我們努力的方向 第二件事情是 今天大家有提到2030、2050 我們覺得台灣的中小企業 其實我們更有機會 因為我們比較小 綠藤挑戰的目標是2025 就是從無論是品系的內部 然後瓶子上面 以及就是瓶子外面 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其實在場很多 其實都是綠藤的一個合作夥伴 從工藝商 然後到一起倡議 氣候行動這些 我們覺得這邊很有機會 而且我們覺得 這邊是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對 要幾分鐘 一分鐘 好 那最後一件事情是 就是那個未來的十年 綠藤還想再做一個職場上面的一個實驗 現在已經在做 已經做幾年了 就是讓正向心理學進到綠藤的一個職場 成為對於客戶以及對待 對不起 對待員工以及向外延伸 對待客戶的一個方式 因為所有的人其實都希望過得更幸福 對吧 那怎麼去衡量幸福 其實PERMA 大家可以去搜尋 它是一個可以量化的東西 它應該是未來十年 一個新的員工的一個滿意度的一個調查 也是身而為人一個可能性 怎麼去量化你這個人過得好不好的一個狀態 我們每個月會看這個指標 然後希望我們跟你的同事們可以 在不同的面向稍微的 我們能夠對他為他做多一點點的事情 好 不好意思 因為今天時間的一個關係 我就稍微介紹一下 綠藤未來的一個三大方向 我覺得它還是回扣到同樣一個問題 就是哪些可能是不會變的事情 然後我相信在場的大家今天過來 我老實講 就是幫Chloe跟理事長跟她講 B型企業會更蓬勃 也是一個不會變的事情 就是大家已經可以看到 就是全世界 我們以美妝來講好了 各大像精品產業 很多無論美妝的產業 其實甚至消費品產業 已經大量的 大量的外商最大的一個企業 全部都在往這個方向其實在前進 然後大家知道現在要認證成B型企業 你要花很多的一個時間 其實才能得到審查院 來去做這樣的一個審查 它背後其實有一些力量 永續的力量 時代正在往前這樣去進 那回國同來見 我還是覺得ESG這件事情 它本質應該是我們會希望 我們自己的存在 其實能夠帶來更多的一個意義 它是一個人的一個本質 然後很期待在這條路上 可以跟各位合作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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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